老街,媽祖老街,媽祖老街 那這邊,各位,如果我們剛才走進來,我們都不習慣 大陸,都比較好 現在其實都沒有,所以開了大陸 但是這條才是原來的街道 各位看我雷射指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都會看到,我們都會看到 各位,你們可以走進來看一下 好,謝謝 謝謝 下面還列公共財產 我覺得你們本來拿走很多情緣 好,然後呢 這些,各位前面同學記得 前輪的腳步,就是我們參考重要的依據 請到觀光旅遊局的網站 找電子DM,這些都有 然後呢,還有現在可以做一件事 但是等一下,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小心不要裝作貼信感 不要忙著看手機 請下載旅行台南的APP 旅行台南 旅行台南 那裡面就有一大堆資料在裡面 還有呢,觀光旅遊局的網站 電子DM 台南觀光有27期PDF 通通在那裡 那27個參考資料 就先拿來看吧 好 那這條,這條以前叫做 這條路喔 在這排房子的後面 以前有一條 其中五條港,其中一條港道 那它是新港,新港前港的資料 那請注意 當時這條水路都在做什麼用呢 在水肥 所以想像一下喔 水肥 水肥就是那個家裡面的米田港 米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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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個米田港 是沒有那個 以前家裡面沒有化分石 各位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很方便的沖水馬桶 米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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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上去上廁所 晚上去上廁所 晚上去上廁所 我記得國小的時候 我要上廁所 你快去去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晚上去上廁所的時候 想像一下你要去蹲大號對不對 結果那個蟑螂都會被來停在牙裡上 對 這樣 那以前想像一下 都市是有衛生工廠的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蟑螂都要用的 要去做 要帶去外面 帶去上廁所 帶去上廁所 所以這條蟑螂 大家給它學了一個綽號 叫做蟑螂 蟑螂 所以裡面這邊有一個民宿叫做 蟑螂 蟑螂 那些蟑螂就是因為他們家就在蟑螂的旁邊 嗯